欢迎回到游走英国的YouTube频道 今次想跟大家讲一下车牌 不过不是驾驶执照那个车牌 而是挂在车上面那个车牌号码 香港由2006年开始就推出自定车牌计划 那来到英国又有没有得玩自定车牌呢? 答案是有的 那与香港的游游有什么不同? 怎么申请?要多少钱? 等我一会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之前也有申请到一个 不过讲之前就不如认识一下 英国车牌号码的英文字没有和数字有什么意思 还未subscribe这个YouTube频道的话 就快点按subscribe再按旁边的小铃铃 那就不会错过这里的新片了 香港车牌号码一般都是由两个英文字 加三至四个数字组成 基本上都是随机组合 看维基说2022年1月已经出到XV字头 不知用完英文字之后会怎么改呢? 至于英国现在用的车牌号码系统 是由2001年9月开始使用 基本上是由两个英文字 加两个数字 加三个英文字组成 首先讲下头两个英文字 它是Local Memory Tag 即是显示的车是英国首次登记的地方 例如BA至BY就是Birmingham MA至MY就是Manchester and Merseyside 中间的两个数字就是H Identifier 显示车的首次登记年份 最直接地想 19当然是2019年登记 21就是2021年 这样想到最適合一半 在这里会将一年分开上下半年 上半年的意思是3月至8月 而下半年就是9月至下一年的2月 看回这个表 举例05就是2005年3月至8月登记 而2005年9月至2006年2月登记的就是55 去到201几年 下半年的车牌就是6字开头 而202几年的下半年就是7字开头 所以在街上提车 你一看它的车牌就知道 那辆车是不是新车 那我用一辆旧车 例如一辆2012年出厂的车 通过二字牌上去扮生车就可以了 错了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有一条条例是新车可以用旧牌 但是旧车不可以用新牌 即是举例你刚刚买一辆2021年出厂的车 你可以用20、19或者再之前的车牌 但是如果一辆车是2012年出厂的话 就不可以用62、13等等的新牌 而只可以用61、11、60等等 至于最后的三个英文字就是Random Letters 是没有特别意思的 英国对于挂在车上的车牌的字体 颜色等等有严格的要求 你只可以光顾任何车牌的车房 你还要出示力的英国车牌和V5C 即是Vehicle Lockboard 类似香港的排导 确保你拥有这个车牌才会帮你做 这个做法是希望杜绝假车牌的出现 因为我之前的影片都有说过 英国有很多地方 包括停车场 油站都有装有自动车牌识变系统 如果车房乱地帮人弄车牌 就会周围都有车挂着假车牌出街 令到真的车主收到很多不关事的告票 或者停车场费 说回英国的自动车牌 我们首先去这个DVLA的官方website 入到它在正中间 就会有一个位置 直接给你入你想search的车牌 例如我找HK 然后它就会弹出一些 可以给你买的自动车牌出来 除了之前跟大家介绍 现时用的车牌format之外 还可以找到一些以前用的其他format 除了刚才在外面 这样打几个字来search之外 在这里还可以具体地 逐个字进去找 加上数字 更加容易找到你心水的车牌 当你选定了你想要的车牌 就可以直接按进去 在这里它会提你的车牌 只可以套入一架 什么日期之后登记的车 而上面也会写了这个车牌的价钱 它还有一个很搞笑的功能 就是可以给你preview一下 车牌挂了上的车会是什么样 你可以选择不同牌子和型号的车 决定好之后就按buy now 如果之前没买过的话 就先开一个新币 进入一些个人资料 你要记住用回车主的名字去买这个车牌 这个牌是不可以套去第二个人的车 如果你是代人买又或者送给人的话 可以将它的名字入到normandy这里 然后如果这些全部没问题的话就继续 刚才看到还有其他车牌的format 这里也有说回他们的历史 例如prefix这款就是1983年8月至2001年8月的新车用 而subfix这款就是1963年2月至1983年7月的新车用 还有一款是dageless 没有那个age identifier的 那你买完车牌之后就会收到一张V750 拿着这一张再加上V5C去车房做车牌 还记住记住要通知你的车的保险公司update record 看完这条片 不知道你会不会心动开出自制车牌 而HK字头又会不会是你的选择 别想那么多 立即上去看看 最后就是记住like和share这条片 有问题的话在下面留言 拜拜